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视频处理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呢,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视频增强 主要实现这个视频降噪,消除模糊细节增强,慢动作,音频降噪等等之类的 那么针对这些功能呢,我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视频来讲解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那么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那我们今天主要想说的呢,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个新的更新 大家看到这边有写,看一下详细的情况 第一个呢,它增加了一个强度公指条 大家看这个界面上有一个条 你可以来回拉,那么可以控制这个视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强度 肯定是越大,那么效果就越清晰 它也是这样,我们待会做实验,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SDR 改造这个HDR的一个变化 那么它的效果呢,可以使这个画面的色彩更加逼真 这个我们待会也可以试一下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视频分块处理 那么这个视频分块呢,就是针对比较大的视频 视频太大的话,那么处理起来肯定就比较费劲 那么我们用这个分块推理来做的话 那么可以提升画面的质量 极大的减少这个显存的一个占用 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 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个提高效率 速度快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 然后呢,这边有个下载,大家可以自己下 那么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界面 然后来使用 好,那我们下来呢,就开一下这个工具 在这儿 这个是它的使用界面啊 跟商务区别不大 就是这边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直接来说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强度 那么首先呢,这上面有一些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选,这个问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更适合哪一个模型 正常来说,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 也没必要去动它,放大倍速 这个也不用说 那么强度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先预览一下 如果这个模型都下载完了 所以预览速度比较快 这个大家第一次的话,可能是需要下载模型的 这个是强度一的 效果就是非常的清晰啊 然后我们往左拉的话 那么这个画面的逐渐的变模糊 拉到零的话,就几乎跟没有处理是一样的 这个是强度 比如说我们再换个画面 这个,好,预览一下 大家看这个是强度一 那么这个就零 几乎就没变化 那么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个选项 就是这个视频的分块推理 那么这个选项呢 它可以显出提升图像的质量 并且减少显存的一个占用 同时会降低这个推理速度 那么这个适用于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这个电脑配置不太高 然后要处理的视频比较大 比较说超过1080P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开启这一项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还可以 那么其实这一项开不开都行 区别不是很明显 比如说这个视频 这些视频率都比较小 大家看我现在,现在是没开是吧 就这样的速度 好,开了再来一次 几乎看不出来的区别 那么这个项呢 更适合这个低配置 大视频的情况下 大家给你自己的情况来选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推理速度的优化 根据你实际的情况 假如你需要这个加快推理速度 那么对这个画面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 那么你可以开启这一项 大家自己选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功能 这个HDR 这个功能呢 需要大家在电脑上开启一个选项 大概这边有个说明 请在显示机上启用 HDR效果 那么怎么启用呢 在这儿啊 然后我这边直接输入一个HDR 这样就能找到HDR设置 一般情况下电脑是都是有这个东西的 大家看我这边找到这个选项 但是呢 我这边没有去开启这个HDR的按钮 什么情况呢 因为这个HDR这个功能呢 它不是所有的显示器都是默认开启的 一部分显示器默认开启 那么找到这个页面的情况下 这边就有一个按钮 直接点就可以了 像我这个显示器呢 它就没有默认开启 需要我手动去开启 大家这个显示器后面呢 应该都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用来调节这个显示器的一些设置 因为每一个显示器的操作可能不太一样啊 所以这一步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做 在那个设置里面 应该会有一个HDR选项的开启 大家自己找一下 找到之后呢 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好 这样呢 我这个显示器上的这个HDR功能呢 就开启了 这边可以调这个亮度之类的东西 这样随便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这个是HDR 然后我们换个视频 有这个 那么这个视频呢 它的光线是比较暗的 现在呢 是没有开启HDR的一个状态 我们点开 大家看到 是吧 变化非常的明显 那么这个开启之后呢 它的画面的细节更丰富 然后呢 这个感觉 画面的这个明亮的一个对比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个看起来呢 明显更像一个夜晚的一个视频 如果取消掉的话就这样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它也是个夜晚 但是这个效果呢 就怕对比 这个一对比呢 就感觉这个HDR开启之后呢 这个夜晚感觉更漂亮一些 如果大家需要这种效果 它那么你可以开启这功能 这边还有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 也是可以调整一下的 我们把这个 勾上 那么每次都得点 挺麻烦的 这个色温效果 这些都可以调一下啊 大家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嘛 对比度 这个效果 好 那么今天内容就得写 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吧 看你需不需要这个效果 需要的话 你就开启 整体来说 这个功能还是不错的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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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